好,同学们,欢迎回来进入例6 一条街上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和一个步行的人同向而行 骑车人的速度是步行人速度的两倍 每隔15分钟有一辆公共汽车超过步行的人 每隔20分钟有一辆公共汽车超过骑车的人 当然了,一直是同一组公共汽车 如果公共汽车从始发站每次间隔同样的时间发一辆车 问这个间隔时间是多少分钟 这道题呢,同学们会发现 首先会涉及到公共汽车 然后步行的人和骑车的人,对不对? 又有三个速度了 那同学们,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啊? 我们前面电梯是不是也会碰到这种情况? 那我们是怎么解决,还记得吗? 是设数嘛 要把有倍数关系的设成数 那这道题当中也是如此 你看,无论如何,那个公共汽车是一样的 所以间隔路程对于骑车人也好,步行人也好 都是一样的 那么每隔15分钟,公共汽车超过步行的人 这个超车的时间是15分钟,对不对? 那是追击还是相遇啊? 追击 追击,追击的话应该是速度差 乘以追击时间 速度差是谁的速度,减谁的速度呢? 车速减人速 车速减去人速 减的是步行的人的速度,对不对? 啊,好,第二个过程 每隔20分钟,有一辆公共汽车超过骑车人 又是一个追击过程 而追击的时间是20分钟 那速度差呢? 车速减骑车人的速度 所以当我们设好数和未知数之后 方程是很容易得出来的 也希望同学们呢,在上一道题的基础上 这道题如果你能自己列方程 自己把它解决 那你可就太棒了 好,我们来看一看 把步行人的速度设为1 骑车人的速度设为2 因为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倍数关系的 那公共汽车的速度就是x 所以公共汽车速度 减骑车人,步行人的速度 乘以它的追击时间 是间隔路程s 那公共汽车的速度 减骑车人的速度 乘以追击时间 得到的也是间隔路程s 两个s是相等的 解出来x等于5 那间隔路程左边右边都可以 算出来是60 而最后要求的间隔时间 是等于路程除以车速的 所以最后一步千万不要忘记 得到每隔12分钟发一辆车 这道题虽然题目很长 又出现了三个速度 但是只要我们掌握了摄数的基本原则 注意到了这个间隔路程s的多重身份 那么方程也是一样可以很容易的列出来的 我们摄数原则复习一遍 第一少摄未知数 有的量可以摄为数 第二就是存在着备数关系的 我们把它摄成数 方便自己的引算 好同学们 欢迎回来进入第七 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了 小乐骑自行车前往朋友家聚会 途中注意到每隔12分钟 会有一辆公交车从后面追向他 结果半路上被拒了 自行车发生了故障 那么小乐呢 只好取消这个骑自行车的行程 以原来骑车速度三分之一 推车往回走 去不了了 那这时候他发现 每隔四分钟会有一辆公交车 迎面开来 你想啊 他去的时候 公交车是从后面追上他 对不对 他掉头回去 公交车就跟他迎面了 问公交车站 八车的间隔时间到底为多少 看 有公交车 有小乐 一个人还好办 对不对 可是一个人 四十时钟 是一个速度吗 不是的 不是的 它的速度又有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看看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什么叫做三分之一呢 就是原来的速度平均分成三分 就是后来就只占其中的一份了 那这时候同学们想一想 你在设数的时候要怎么设呢 换句话说 骑车的速度跟推车的速度之间 是几倍的关系 骑车的是推车的三倍 骑车的速度是推车速度的三倍 是不是又存在着倍数关系了 而我们的设数原则 是把有倍数的设为数 那当然了 为了方便计算 还是把那个小的设为一 也就是它推车的速度设为一 那么骑车的速度就变成了三 那公共汽车的速度是 好那到这就好办了 因为我们有两过程 一个呢是公共汽车追上小乐的追击 追击时间12分钟 速度差呢就是公交车的速度减去小乐 他可是怎么办 骑车的 所以是减去他骑车的速度 得到的间隔路程S 而第二个过程呢是推车 推车时候和公交车呀是相应 所以是速度合乘相应时间 那这时候的速度 公交车加上小乐推车的速度 好方程也就出来了 那设小乐推车速度是1 公交车的速度是X 骑车的速度就是3了 所以速度差乘追击时间 是去的时候 那个追击的路程X 而X加1乘以4 是回来的时候 那个相遇的路程和也是S 解出来X等于5 所以两车的间隔路程 左边右边都可以得到24 那发车的间隔时间 就是4.8分钟了 好那么这道题呀 其实和我们上一道题可以说 基本上没有差太多 同学们要注意的就是这种三分之一的说法 那对于我们发车间隔问题来讲 同学们你会发现 它最最关键的就是那个S的多重身份 我们就是用它作为等量关系 才能把方程给列出来 注意到S的多重身份之后 那么方程你就可以自己把它解决了 好同学们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下面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讲当中的主要内容总结 在电梯问题当中需要注意的 在电梯的顺行过程当中 它和顺水是一样的 T数加人数 而逆行和逆水是一样的 是人数减T数 那电梯的可见部分就是电梯的长度 也就是人走的路程 那我们在列方程的时候就是用路程相等的条件来列的 而对于发车间隔问题有类似的情况 那就是相遇路程和追击路程 它们都等于辆车的间隔路程 间隔路程的多重身份也是我们列方程的关键 那在求间隔的发车的间隔时间的时候 注意是间隔的路程去除以车速得到的 在我们今天的重点例题呢 是例二 例四 例五和例六 希望同学们能够自己掌握 如果能给爸爸妈妈讲清楚 那就太好了